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肖战在饰演斗罗主角的同时 也惜之斗魄中的剧情以及人物性格 再加上主角光环的强大外观 一来二去倒也能让肖战很好的适应这个角色 反之如果是请其他人来饰演唐三这个角色 你姑且想一想这其中的奥妙 或许还不如肖战来得更实在 我们说一个角色的外在形象固然重要 但除了演员本身的外表以外 能够将演员充分塑造成角色本身 就证明演员最起码的外在可塑性很强 然而从肖战在剧中的装扮来看 我认为是很成功的 我们从上面这一张图中不得不说 真的很是帅气 并且肖战的外貌非常有唐三的潜质 不仅如此 他们的神情发型简直如出一辙 真是要感谢网友们的细心 总之 斗罗大陆我们很期待 正因为是经典至上 我们更要保有乐观的态度迎接播出